石膏去北索 他今天怎么讲医疗太差了 还那一点生命都没有 这也再差 真的这么差吗 这个今天的陈水扁的出庭啊 其实他的表现呢 让我觉得蛮失望的 我觉得他看起来呢 不像是一个卸任总统 我就感觉起来 好像是一个黑帮的老大都算不上 是小弟 因为呢他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不断的抱怨北索的医疗品质多差 然后呢还帮我打石膏 还打了三次 还说打了石膏的水准呢 连赵义安的劳作都不如 我为什么觉得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讲的那么长的一个重点 他其实是在告诉 这个蔡守逊法官说 我不是在装病哦 我不在装病哦 你下次呢可千万不要把这个理由 就说我打石膏这个理由 又变成是再一次积压我的借口 所以呢他是非常怕关的 而且非常在意的 那我失望最重要的原因是 陈水扁他不是四不一没有吗 不是在法庭上他都不说话了吗 他最近的两次的谈话 上一次就是针对蔡守逊 开的那个严压庭 他就现场不是有立委在现场 然后还有这个沉重膜在现场 所以呢他发表了一篇谈话 他那篇谈话呢 就一直强调就是 没有积压他的必要 而且他只指说 到底他会不会再被积压 就要看蔡守逊有没有良心 那今天的出庭 是蔡守逊已经是裁定了 他要再次严压 第三次严压的时候的 他们两个第一次正面交锋 我觉得陈水扁 如果他是作为一个有格调的 有想法的一个卸任的领导人 卸任的总统 他好歹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了八年的领导人的人 你自己觉得我不是贪污嫌犯 我是被政治迫害 然后你在面对一个 你认为没有良心的蔡守逊的时候 你要不然就不讲话 继续维持你的原则 表达我的抗议 要不然你好歹你也要问蔡守逊 你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 问个三次嘛 或是质疑他 结果都不是 他都讲了不是这些 而在抱怨说 北索的医疗品质有多差呀 然后我多么的痛苦啊 我多么的难过 而且拜托你不要拿这个理由 我真的不是装病耶 我来跟你求饶 你下一次不要再拿这个当做 严压的借口 这算什么呢 我觉得太差劲了 陈水扁 今天这个话白讲了 因为蔡守逊不会再严压他 不会再严压他 因为蔡守逊第三度严压了嘛 虽然他那个重罪不受刺事限制 一般是严压三次 但是蔡守逊摆明了 就是很快 大概应该八月底我预测 八月底就判出来 这个时候他第三度严压还在嘛 所以蔡守逊 我研判会把他移到二审 让二审法官来做决定 会不会放陈水扁 所以他现在讲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我认为 但是北所的医疗品质呢 是比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好的 你说现在 现在比他当八年总统的时候 预证上面的医疗品质有提升就对了 是有提升 那一般人像陈水扁这种脚 这种痛的方式 就算认为他有一点骨折 就算当初是看错 有一点骨折 也不会打石膏了 用木板夹一夹抱一抱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陈水扁他是义乌带的 给他打石膏 结果打了三次都没有打好 他不满 北所的打石膏怎么打得好呢 因为北所很少有人打石膏 都夹一夹而已 能夹一夹就不错了 弄个拐杖给你住一住 就已经算很好了 所以他打石膏当然打不好 北所弄得最好是什么 钉脚铁钉的最好 那个脚铁啊 脚铁不是我们一般的手铐 不是 他那个要两块铁 用锚钉钉起来 那个不会钉的 会打到自己的手 或者打到你的脚 那个要用铁板下去钉 那个钉的最好 北所 因为他是天下第一锁 那个钉脚铁钉的特别多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陈水扁老师用他这个 这个脚的状况 我想他大概是想借户就医 但是这个冤枉大概也不容易达成 因为以他那个 大概吃吃药啊 涂涂药膏就会好了 我建议把他那个石膏拆掉 涂涂药膏就好了 很快就会好 毅勇讲到重点 他就是要求要保外就医嘛 那个谁啊 他的那个公司背负者 已经帮他提出来了 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出去外面就医啊 也没有听说过因为脚出了问题 或者是骨折可以保外就医了 没有听说过啦 保外就医要 很严重 非保外就医显然痊愈啦 就是在借户就医之后 也弄不好了 就才能给他保外就医 那义鸿讲说 这个打石膏真的是没有 这个 现在这个夏天 打石膏很痛苦 我打过石膏 过了几天以后会痒的受不了 所以说 我是 我一看他这个毛病 打石膏我吓了一跳 怎么会 北所会这个样子 那北所医疗水准差 这也不是新闻啦 是不是 那管理也差 管理员前一阵子也涉案 但是这个问题是法务部 政风师的问题 你跟蔡守迅讲干什么 蔡守迅也管不了这一段 这一段他应该 透过这些委员 去跟王清峰去告状 告状趁这个时候 也把我们医政师 也凸显这个事实说 管理不好 医疗不好 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间 当然是 比陈水扁那八年说好 但是比 按照国际的水准来讲 还是差很多 但是给我最后一个感觉 好像扁剧 这个天天都有连续剧 每一天都有故事 让我们看了都蛮好笑的 诶 陈水扁现在很想 争取保外就医 如果照现在的这个 辩护人的动作来看 但是我相信之所以 大家对陈水扁的争取 或者是前一段时间 他身体状况 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的原因 是因为 陈水扁的身体状况 从2004年到2008年 怎么会差这么多 所以待会儿可能 宪宏大哥可以讲一讲 我就不晓得说一个人 身体状况 四年内可以变这么多吗 2004年各位还记得 319枪击案 中了一枪 完全是异于常人的体质 行常人所不能人之事 他可以左顾右盼 昂首阔步抬头挺胸 面带微笑的走进医院 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到了 可是为什么在2008年的时候 一下心脏有问题 一下现在又骨折 全身上下好像都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大家对于陈水扁 有这么多的质疑 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不透 为什么一个319枪击案 中了一枪的人 当时的表现 是如此异于常人 而今天到了2008年 在北索里头 会看起来如此的弱不禁风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一个人的体质 可以在四年内改变这么大 我相信这是陈水扁 我们现在有医生在 第一个 没有错啊 309到现在才多久 身体一下急速恶化 第二个 你现在满眼什么北索的医疗那么差 你当八年的总统 他今天说什么 还好 你在里面没有死掉 一直搬行啊 你还怪你八年没有去改进他水准啊 这个北索的医师应该多练习一下 打石膏 打石膏有两个方法 我看他现在帮他打这个方法不好 其实刚刚 日齐兄你说重点 医师如果要对你好一点的话 会帮你打一种石膏 中间切开 然后用弹崩再把它扎起来 所以呢不舒服的时候 想抓抓痒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打开来 再把它换回去 那这样的话 那个打的形状要打得很好 可是打那样的石膏的时候 病人本身要非常的合作 而且要 打的过程里头要告诉医师 打的是医师说 他的脚怎么摆最舒服 这个都做得到 也就是说 陈隆典说这个医疗水准不佳 其实 的确有可能 其实 这个医师要对你好跟对你不好 看你 看你自己 你那时候 霍隆威 拍到要死 还险人石膏打得不好 他越打越不好 我没给你 诶 今天还有很特别 阿扁一方面在埋怨说 那个打石膏的技术 很不好之外 他说 连比起我们赵义安 做的美劳都还差 赵义安 大家已经本来想说 就忘了他了 对不对 不要再去烧倒他了 这个做阿公的 为什么突然又提起他 还说什么 比他内联徒的这个技术还差 刚才大千提到说 他的身体的素质 比几年前差很多 我倒是觉得说 他的心理的素质 差得更离谱一点 他不止 不像那个 南京讲的 没有像黑道大哥 那种气魄 一个卸任总统 干过那么多 重要职务的一个政治人物 在面对一个 环境困扰的状况底下 这样的表现 怎么叙叙叨叨 很像我那个 80岁的老妈妈一样 嘴巴念念不完的样 不好 而且还把那个什么 还把他的那个孙子 赵义安是一个非常乖巧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那你把他拿来说 比他的劳作还差 意思说赵义安的劳作很差 这阿公是怎么做的 人家做阿公的人 明明孙子做的这个劳作 做的这个画的图画不好看 都高兴得不得了 哇好棒好棒 你很聪明 因为这阿公应该有态度 结果说这个江老强说 比赵义安的劳作还差 什么意思 表示比你孙子的劳作还差 郑元阿你这个误会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赵义安的劳作 做得很好 你这石膏打的怎么差 跟他比起来不如赵义安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唐湘龙很坏 唐湘今天中午就讲 说再建立北索把这个石膏拆掉 叫赵义安来打 唐湘龙很坏 那这样就糟糕了 可是今天不是只有 我们讲这个比较好玩的一点点 今天阿扁真正的动作是什么 他有扁伴发表一个声明 他谴责什么 蔡索信法官的何怡婷 是以莫稀有的罪名 做出了炎压庭 他们甚至做他什么样 荒谬 草率 令人罚止 更重要的 他要告蔡索信 胡大哥 今天陈索信的态度 是因为昨天宣布炎压庭 所以今天他态度 其他这些半小时的抱怨 或者把赵义安的话都开玩笑 其实内心的那个焦虑 戴王为公说碎碎店 碎碎店吗 心里不安嘛 所以就表现出来了 博导建议陈水扁 既然要做台独烈士 就学卡司祖 卡司祖曾经武装游击 要推翻那个古巴旧政权 他被判25年 他是讲一句话 历史会判我无罪 几年以后他就把这个旧政权推翻了 要是这样做 表现气魄 不然这种碎碎店 那种跨跨卡丘 其实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就谈了 我看到今天联合报社 也调性很一样 千万不要跟法官对抗 我想易鸿兄采访多了 跟法官对抗的后果是什么 像我自己 也不过是几条比较小的 那个防害民意案件 我们都毕恭毕敬 为什么 进了这个场域就是说法庭啊 命运是决定在别人手里 那个人就是坐在上面的法官嘛 那你的态度或你的论述变很关键了嘛 我不解啦 我在这个节目一再讲说 为什么要跟法官无端的对抗 情绪的对抗 无限上纲对抗 那不过是把这个命运的权 本来你还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就拱手让给法官嘛 16月的这个判决文讲太清楚了吧 法官在继续密 有一把对抗部分把它写出来嘛 何苦呢 只有让情况继续恶化 没有回行空间 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 域外的任何声援行动突然 终止了没有啦 突然禁止了 为什么 帮不下去嘛 不如学卡司署 拼到队 说历史会判我无罪 不然表现高尚情商 不然就是干脆跟法官 你表现对法官恭敬 尊重公权利 又不好 又什么不好呢 回到头来讲 采取一个全新的策略 其实今天《联合报》 说得很好 就我们的论调嘛 采取重新策略 认罪 争取政治协商嘛 那是个最可行的方式 除此以外 请问还有什么路呢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就是很多的法官呢 也是很糟糕的 很瞎的法官 很蛮堪的法官 其实非常的多 就在陈水扁的案子 在审讯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高院 在高雄的这个高院 在判那个 高结案的时候 看到那样子的 法官的判决的品质 他那样判决书 明明这些人有收钱 然后说 因为他不具有公务员身份 所以说你罚不动 你看到这样的法官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跟他对抗 你会不会想要去告他 我觉得很多人 都会想要告他 但关键是在说 陈水扁 他面对的法官叫蔡守逊 蔡守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法官 而且他的那个判决 他的裁决书 他的裁定书 在有关于延长 他积压的理由上的时候 他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非常痛心疾首的一面 他的痛心疾首是在于 陈水扁这过去八年来 他不但是个人 涉嫌到这么严重的贪腐 他把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 崩坏到这样子的地步 所以有司法先进在里面 在行政系统里面 他培养的扁家军 他培养的暗装到现在 继续的为陈水扁服务 而今天陈水扁扁办的 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法官 写出一个这么有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沉痛的 一个这样的裁决书 他们所能够指控他的 只有一些情绪性的字眼 荒谬 草率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拿出更具体的理由 他们更不可能 做像卡司楚那样劣势嘛 因为到目前为止 包括陈水扁在内 包括扁扁在内 包括蔡英文以及支持陈水扁的这些人 李远哲在内 他们都不敢面对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 陈水扁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涉嫌重大的 曾经担任总统的重大的贪污犯 贪污嫌犯 当他们不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只好在其他的司法程序上面 去打转啊 所以蔡英文说 今天我们要挑战司法 我们当然可以挑战司法 这是蔡英文讲的 但是关键是你在挑战司法之前的时候 你不能够去解决你那个核心问题的时候 他只好用这些字眼啊 什么草率啊 荒谬啊 令人伐质啊 所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画面 今天阿扁是打着石膏 坐着伦理去的 因为看起来有点可怜 可是相对扁扮这个声明是非常凶悍的 一吼 大家看一下 他直接讲 要检去相关的事证到监察院 还有到地检署去检起 对何怡婷的法官是要告诉 他是硬碰硬啊 有用吗 请 赶快去告 赶快赶快 对啊 对没错就去告 没有人说蔡柔讯是不能告的 你到监察院你认为他 他这个 有失职 到监察院告 你认为他违法 到地检署去告 告蔡柔讯 什么了不起的事 多少法官被告过 我告诉你 这一次审判陈瑞变 赚到最多的就叫蔡柔讯 怎么说 因为蔡柔讯以前 刑术诉讼法没有那么通的 就是 你们这样一再跟他骚扰 一再搞 蔡柔讯现在 刑术诉讼法搞得非常的通 而且蔡柔讯 抗压性非常的强 你们这边讲一大堆 什么法务高层 司法高层 蔡柔讯心里有害怕吗 有人跟蔡柔讯 敢去跟蔡柔讯讲说 诶 陈瑞扁这个是 提名我什么当当 什么院长当的法官呢 你要对他好一点 有没有 当然没有 有的话蔡柔讯会不会讲出来 当然讲出来 所以蔡柔讯 抗压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蔡柔讯可以不可以挑战 当然可以挑战 尤其是你挑战蔡柔讯 要用合法的方式 你在外面 在家里绑黄世带 叫喊 在家里挂布条 释放潜水扁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 不要喊说蔡柔讯 你敢不放潜水扁 也不让你回家 这当然不可以 其实坦白讲就像刚才这个 中信大哥讲的 站在陈水扁的角度上 陈水扁现在应该要认真思考一下 也要面对一下他的诉讼策略的 就我们当然很 也很想同情陈水扁 我们对于北索这样的医疗品质 我们当然也很遗憾 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对比标准差太多了 四年前你是中一枪 然后你是这个神色自若 四年前你中枪的时候 人家给你涂一涂小护士药膏 你也没有抱怨 你四年后身体变得这么差 一下子就是心脏不好 一下子脚又什么骨折又肌腱炎 然后打个石膏了 你都还要抱怨这么多 这个标准也未免差太多了 同时今天有很多事情 是陈水扁跟他的支持者 自己做出来的嘛 你干扰审判的这个作为 做得太严重了 如果今天就让你放出去了 那以后每一个人都比照办理就好了嘛 那到底法官是要积压还是不要积压呢 大家都绑黄思带 大家都来为北索 大家都来做政治动作 所以如果陈水扁真的希望 能够在审判过程当中 得到好一点待遇 其实我觉得中兴大哥 我听他讲已经好几天了吧 从昨天又讲到今天 一直在做同样的呼吁了 他应该认真思考一下 他的诉讼策理 来面对一下 他未来应该要怎么继续打完这场诉讼 好 阿扁今天在庭上也有讲 他说他以后一句话都不讲 他说求着要尽快 就像义勇讲的赶快宣判完 有没有机会可以出去吗 另外扁半越来越凶悍啊 说人家怎么样 蔡守信荒谬 草率令人发指 要经得去考验啊 到底哪边是对的 我们就要进一步进来好好讨论一下 我们要回来